火星营业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黎同 是什么契机让你来到这一季火星情报局的呢 因为一个非常扯淡的原因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 就像命运的神奇让我们在这里相遇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火星情报局 跟另两位特工PK感受如何 我对其他两位的表现不是很了解 虽然就听着他们挺慌的 我也挺慌的 就不知道这个慌有的是学渣的慌 都是学霸的慌 还是间辑行事吧 你也会慌张吗 会慌呀 当然会慌 因为现场的人都特别能说 我又不是那种特别能说的人 所以一笔之下就会比较紧张 然后而且我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我不喜欢 不是特别喜欢强化 就害怕 就是一方面担心给别人添麻烦 另外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说的不够 所以就主要在这方面比较纠结 采访状态挺好的呀 你看我现在这样 但我上台听到别人 就是一旦声音大一点 我就像鸡仔一样躲在角落里似的发抖 难以开口 为参加节目做了哪些准备呢 啥准备也没做 不知道做啥 不知道从何做起 因为我之前没看过回音情报局 看了一下 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模式 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然后刷到了几条 那个牛老师的短视频 就有郑薇老师 你喜欢哪个称呼 还有小陆老师 他有很多名字 小陆姐 好像那个卡通欢乐岛 快乐少不了 你小时候看过没 中午头半看的节目 他名字真多呀 为什么会选择这身衣服呢 这身衣服一个是跟我的提案 有一点关系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就是一开始节目组说 给我准备一件衣服 然后我就没 我们就没去借衣服 然后拿来那个衣服一看 我的天 这个衣服我穿上 那就比较好笑 就不是那种 就是我知道节目组 是为了让我显出那种 比较少女的一面 比较鲜比较美 但是没办法 我身材长得比较诡异 穿上以后 可能比较像一个桶 我就 就是考虑到自己的 这个整体的美感的想法 我就说那我穿点 自己的衣服吧 我穿上以后 他们都说 哎呀这个wonderful 然后就选了这个 你有想吃后悔药的时候吗 那太多了 我跟你说 我昨晚没睡好 我昨晚半夜三点 才睡着 我其实一点就上床了 然后我在床上就开始 想明天这个火星情报局 然后想着想着 我以前干的一些 实说的一些弱智的话 然后我就在床上 那个垂头垂胸顿足 翻滚连续40个托马斯 真的太难受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事情 说出来 又说出来 别人又觉得可能 不是不是对我来说 可能又是那种 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你有时候 别人可能根本没有留意到 但是你自己想起来 你就觉得 太可怕了 所以就 有很多想吃火药的时候 现在会好一些吗 人就是有一种 破冠破摔 船到桥头 自然之 水到渠成 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走一步 走一步看一步 这么想 之后会想往综艺转型吗 不打算 压力太大了 我不能接受PK 我的心很脆弱 就像玻璃一样 晶莹剔透 散发着器材光 而又容易碎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折腾了 会在网上 看网友们的评论吗 以前搜现在不搜 为什么呢 现在没以前 人气高 人总要承认一些事实 但是激励我们前行的道路 如果看到恶评怎么办呢 那不应对 如果特别严重 我们就告他